哈囉大家好我是雷雯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以太射手粉紅年代的造型 沒錯啦 有人說等等 粉紅年代的造型 這都出了有點久了吧 你知道一件事 自從22張的影片 我切成那麼多段 觀看書卻不如 某個人一部拍完之後 我就在想有一些內容 其實很沒用的內容 還要拍嗎 然後外加 目前人生處於一個轉換的階段 有點困擾 有點沒時間 所以這部影片就延當到了今日 想想 那就跟我們的競技場風向一起講好了 這樣就有東西可以拍了 我真聰明了 競技場風向也差不多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以太射手 真的是 沒藥衣了 真的是沒藥衣了 他的造型的粉紅制裁呢 就是如果他當用大絕的時候 引爆標記越多 魅惑就越久 他引爆標記的時候會有一個魅惑 引爆的標記越多 魅惑就越久 結束 以太 以太 救命喔 有什麼辦法 該怎麼說 這個 你給以太控場嗎 其實他的問題就不是控場不夠 是他那個動作真的是太大 他的動作太大 外加那個循環太慢 然後我們看看另外一個有皮膚的傢伙 這個提督也是增加傷害 可是 提督啊 他的技能組就沒有多少傷害 你再給他提升傷害也沒有用 所以我真的有時候覺得 官方想要強勢續命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強勢續命 你要續對方向嘛 對不對 提督你給他一個 回復 或者是幫他硬生生增加他的坦度 或控制 都更好嘛對不對 以太你幫他再多塞一招小招 或者是他的招還可以再附加一些功能 也很好啊對不對 以太 以太他本身 他本身是扣能跟 就是扣能而已 扣能跟DOT傷害 那你可以給他一個破甲對不對 開啟一次大絕破甲一次嘛 對不對 給他一些減甲的技能 那搞不好就可以強勢續命 不是啊 你給他一個魅惑 我真不懂你給他一個魅惑要幹嘛 這個 這個製作組真的也是Well Play啦 不過我買了 我買了之後覺得這個590好像丟到水溝的感覺 懂 丟到水溝 簡單來講這個皮膚就是個垃圾 沒錯 這皮膚就是個垃圾 至於以太熱手有沒有被這個皮膚強勢續命到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五月競技場風向吧 一樣以 38到42幅 這一個大幅 為 那個 資料啊 所以跟你幅不一樣的 就 看看參考就好 嗯 首先呢 我們看到啊 呃 前三名 跟上個月的前三名 一摸摸一樣樣呢 真的是一摸摸一樣樣呢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看到第四名 以太射手 有強勢續命了嗎 沒有 其實我上次就說過了 對付我上次提供的那個 強大的 大概有六成勝率的那個陣容 最好的破法 就是用 就是用提督跟以太 那 就是用提督跟以太的情況下 那 提督 真的是越來越不行 你帶了提督等於 多帶了一個累贅 所以說 體督 還是沒有什麼救 至於以太 他還是有輸出的 對 他還是有輸出的 所以帶上他這個扣能功能 非常之好用 所以自然就把 晨曦之心比了下去 因為晨曦之心也是怕以太的 那個扣能 晨曦之心以太被扣能 大絕開不出來 那就沒有所謂的以打多了 所以晨曦之心就被凹了下去 然後我們的平民最強戰神 電棍 真的 最近的電棍 以前的電棍都是不穿裝送死 最近的電棍 越穿越厚 越撐越久 有時候你一個牛頭大砸下去 他還有機會不死 這時候就慘了 電棍佔的久的 根據他那個電能的扣能 真的是有時候會扣到 我上一次介紹的那一隊 放不出任何招來 真的扣的有夠久 不過前提是你的電棍要佔的夠久 我看過有佔的很久的戰神電棍 也看過 應該有穿裝 但是馬上就掛著水貨電棍 水貨電棍就不用說了 戰神電棍 要遇到也是不簡單 那個超坦的 真的很慘 真的很強啊 那我們先看看 第七名 人士跟上次一樣的詩意沒有變 很和平呢 至於為什麼很和平 我待會再來解釋 然後第八名 維納斯 就是 反正維納斯就是一隻輔助 所以 他算站得比較靠前 但是其實一星就很好用 所以其實 就算到現在應該很多維納斯是二星的 但是 也並沒有太多影響他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第十五名 上一次的第十五名是幽鬼 這一次卻直接下 下去了 至於 至於這個敵法上來 嗯 就像我說的 法師越多敵法就越強 法師越多敵法就越強啊 那個敵法自從二絕之後那個多了那個 魔抗盾 诶 是多了那個魔抗盾嗎 反正就是 他對於法師又更坦了 糟糕 真的角色 有些角色太久沒有拿出來 完全忘記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的二絕 這個法 法力反射 反正基本上 哎呦 是反傷哦 法力燃燒 所謂法力燃燒就是空能啦 嗯 所以反正敵法 在現今 法師越來越 多的情況下 他的排名上來這也是自然的 然後 混沌 其實混沌是因為二絕 的人越來越多了 多了之後排名自然就上來了 二絕混沌 真的很猛 超級猛的啦 然後 法系上來 牛頭這個強勢的前期爆牌就會跟著上來 不是牛頭啦 人馬 說不定了 人馬 對 然後牛頭球長就 排名往下走了一點 其實我 大家愛用 這個 神牛還是多過於 牛頭球長 而且神牛很容易可以克制牛頭球長 先敲一棒他一開始那個 全場buff就放不出來 然後優鬼下去 就只能說 他的功能實在太慢了 他的功能太慢了 功能太慢的 情況下 你根本阻止不了人家開大 雖然海綠倫的競技場陣容是白優鬼啦 嗯 這一陣 他的是五星優鬼那有機會翻船 那他在那個 傳奇競技場騎賽是很好用的 優鬼 然後 我們看到 冰龍 冰龍跟上 上一次比起來也是下降了一點點 但是就 現在的陣容 因為太坦越出越多的情況下 陣容已經去完整 所以平民英修的下降這個是 完全在預期之內的啦 那21名的猴子 嗯猴子呢 很奇妙的一隻英雄呢 我一直不曉得這隻角色到底為什麼可以存活在榜上這麼久 或許是他的 幻象的騙反向吧 騙反向可以騙到一些人的大 那騙到大就非常的賺 嗯嗯 那 呃 第一批 好啦 我覺得梗撲得夠多了 我們直接來講 為什麼四月榜單跟五月榜單沒有什麼變化的狀 最大 罪魁禍首 罪魁禍首是誰 罪魁禍首就是他 沒錯 迷霧行者 為什麼沒有變動 正常來講 每隻泰坦出現 他都會稍微的幫榜單洗一下 洗掉一些平民英雄 洗掉一些泰坦 但為什麼迷霧行者 出來並沒有造成這個效果 因為他太廢了 真的太廢了 講最難聽的一句話 你帶了迷霧行者 贏了不關迷霧的事 那輸了呢 那搞不好就是你帶了迷霧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這樣 你帶迷霧上場贏了不關他的事 輸了搞不好就有他的鍋 所以 迷霧行者 他 他比較尷尬的 就是 他太純輔助了 他真的是太純輔助了 如果你要能 好好的使用迷霧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用 我們公會有人 在傳奇競技場擺了一隻 隊伍是五隻拳奶的 就是隊伍的五隻拳都是奶的 我想一下他怎麼擺的 他是 他是這樣擺的 我擺給大家看 他擺了一個無奶隊 他擺了一個無奶隊我想一下 等一下我的記憶有點模糊 凶凶想不起來 另外三隻 四隻 然後 對了天狗 梵天犬要有皮膚才算奶 梵天犬皮膚帶奶 這樣 他帶了這樣一個無奶症 硬是拖時間 把時間拖到結束 對方就輸了 傳奇才能這樣玩 傳奇有一對你可以這樣帶 不過這對要藏起來 這對要藏起來 不然 一隻敵髮跳進來 這一陣就毀了 真的是一隻敵髮跳進來 這一陣就完全全毀了 大概是這樣吧 所以就是因為 整體來說 迷霧型的太沒用了 所以導致榜單 跟四月的榜單 基本上一模一樣 那你說 這麼沒用 那這隻泰坦 我還要不要繼續養 我可以大膽的告訴你 迷霧型者可以先放一邊去 想編兩塊 他真的是沒 沒什麼大作為 真的是沒什麼大作為 贏了沒他事 輸了是他過 這種角色 放一邊去 放一邊去 那至於 下個月的元氣少女 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月的元氣少女 也不是下個月 五天後 那他是一隻 怎麼樣的英雄呢 這個 我們留到元氣少女的前章 再說吧 好啦 我是維恩 那我們下期再會囉 掰掰 掰掰 拜拜 dulu 다음에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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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